詞曲 李宗盛 議員 從去年以後的這筆特別預算 那目前這個六千塊 我在基層聽到很多人民 大家是很期待 這條六千要下來 真的是對他們 這是一個他們 沒有想到政府稅收 這麼好之後 這條讓人民有多這個六千 真的是大家真的很期待 不過這個有一點狀況就是說 這個詐騙集團很可惡 跑得很快 現在真的是到處都是 詐騙集團的簡訊 然後再說這個六千塊要怎麼登錄 要怎麼去做 這個一些前置作業 他也說到有聲有色 然後又叫你加入他們的一個LINE群組 那個LINE群組 又完全是一些看不懂的 的一些狀況 然後人民都陷入一個 很多人就不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說 怎麼杜絕詐騙 尤其我們知道這幾年來 這個詐騙的不管是金額 或者是我們破獲的人數 都是逐年的攀高 所以這 怎麼杜絕詐騙這件事 我感覺 是不是有勞我們內政部 我們院長 是不是在這裡 杜絕詐騙這件事 力道要加強 當然 除了一般的這個詐騙案 我們已經積極來處理這個詐騙案的情況以外 對於這一次的特別預算案 我們也一再的做這個宣導 請大家來避免被詐騙的情況 那這個我們有加強來宣導 所以院長我想 未來怎麼發放的形式 可能要早一點訂出來 對 趕快讓大家知道 趕快讓大家知道 其他網路的東西 就騙人 就叫大家不要去 不要去 這如果我們有剩下同歸以後 心料 我們就會快 好 我們有五個不同的方法 來 有哪些方式趕快出來 會 我們會對外很好的宣導 好 阿朗 跟委員報告 有關網路詐騙的事情 陳議長非常的重視 所以在第一次的資産會報上面 院長也做了非常清楚的一個才識 包括NCC 包括經管會等等 幾個部會 那我們針對這一部分打炸的 已經有一個打炸的2.0的一個計劃 然後會來全力的來做處理 至於你剛剛提到的 有關於這一次 這個我們特別預算的 這個6000塊的現金的一個發放 那院長也已經有指示 包括在這個前期的部分 要進行宣導 然後也提醒民眾 這些相關的一個發放的一個方式 那避免詐騙的一個情勢發生 好我想 我們政府要發這個6000 真的不要讓這些詐騙集團 連他們也想 這個混水摸魚進來 我真的是把它剁絕掉 好不好這個再努力一點 好 那我第二個議題想要跟 部長跟我們院長聊一下 國土計畫法 那國土計畫法事實上在114年 4月就要實施了 那所以最近 我們內政部這邊 有蠻 就會下鄉去座談 座談就是和我們家的居民 他們就會開始去討論到 未來的國土計畫到底是長怎樣 那我們知道說過去是區域計畫法 那經過了將近30年 現在要用國土計畫法來取代區域計畫法 所以像過去的一般農業區跟特定農業區 未來就會轉成農業發展區 那不管是農一農二農三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在國土計畫法之後 我們要守護台灣這81公頃的農地 這個是我們大家要努力的目標 那既然要守護這81公頃 我們可以看到說 每一個縣市它還是有不同的 他們必須要去規劃好他們屬於農地的一個範圍 所以你看看台南它就將近9.3公頃 在雲林就8公頃 屏東7.3 嘉義縣7.12 第五名就是南投的6.3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每一個縣市他們必須要 科與它去守護農地的比重還是不一樣 那我要跟院長講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既然科與這些農地 必須未來作為糧食安全重要的一環 那既然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連動的來調整 財政收支劃分法 目前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呢 它就很單純的 它就是說 它就 直轄市 直轄市就是61.76%就是確定的 24%就是縣市 8.24%是相正市 在這樣的一個劃分的一個前提之下 事實上我們完全沒有去思考 如果搭配明年上路的國土計畫法 這個對於守護國土的縣市是相對的不公平 那既然我們科與它這樣的一個責任 我們是不是在財政收支方法 應該要先拉出 不管是15%也好 20%也好 你先拉出一個比例出來 這個比例 就我們國土計畫法 科與它的農地的一個比例 他們既然守護這樣的農地 它在財政收支劃分的統籌分配 應該也要接受到這樣的一些統籌分配款 做為不管是縣市也好 鄉鎮也好 他們因為農地 他們付出了他們的一個代價 可是他們應該要 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建設 那才是一個完善的國土計畫法 所以我現在具體建議 我們的國土計畫法要減透 配套財政收支方法 一起來討論之後 這個國土計畫法上路 這樣大家才不會有民怨 大家才聽得下去啊 那這個 目前的這個財政收支的這個分配的方式呢 是按照它這個短差的情況來看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的話 是農業的佔比比較高的這個地方 實際上它受到的這個佔比是會比較高的 當然委員你提的就是說 因為現在有一個新的這個 國土計畫 這個國土計畫就是新的 是不是需要來連動的考量 沒有錯 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要回去研究一下 看看怎麼樣的方式會比較有利 那當然我們也要考慮到說 這個土地的面積啦 人口的多少啦等等 這都是在 沒有錯 國土計畫是一個通盤考量嘛 但是我們希望就是說 因為農村 他們就是要有這樣的農地的一個限制 他們就是為了糧食安全 竟然付出了這樣的一個努力 你相對應的 你繼續讓他們這個農村的建設 要有得好起來啊 那委員報告 在這個建議以外 我們要有完整配套措施 在農業部門 所以我們這次農業部的改組裡面 我們未來水土保持局 會有一個農村花展數跟水土保持局 這是從醫藥國土計畫裡面 會在農地的 會有一個完整規劃 第二個 只要被化為農業發展區 我們應該就要給他綠色環境幾乎 現在綠色環境幾乎 現在綠色環境幾乎 這次年三十幾萬公圈 未來全部都要透過 八十一萬公圈 都要可以來領取這樣的綠色環境幾乎 這樣農民才會願意 為了糧食安全化在農業發展區 第三個 我們整個農業政策的獎勵補助 會往這個方向來調整 將農民收入增加了 他也才樂於讓整個農地化在農業發展區 所以我們的農委會裡面 也配套措施也要跟著出來 主委 我知道你對農業的熱情 不過你剛剛講的 不管是對地補貼 不管是你們的一個補助 那都是為了農業的發展 那我現在在講的跟你就有點不一樣 我在講統籌分配 就是一個固定的 我是為了區域均衡的一個發展 所以像主委你剛才說的 你為了農業 你覺得說因為這些人在農業 他應該他付出在農業上 他可以得到怎樣的一個補助 這個我們都百分之五百 我們一定支持農委會 叫過農民是台灣的一個根本 但是回到了 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站在區域發展 我們知道你既然已經把它化為農會發展區 它的發展一定會比都市慢 既然它的發展比都市慢 它未來可以獲得的稅收 也一定會比都市相對的慢 相對的少 那這個就只能靠統籌分配 然後來做區域的一個平衡 所以如果它的稅收少的時候 這個統籌分配的情形 一定會特別考慮到 這一個收支的短差的部分 所以即使現在的統籌分配款的時候 也對收支短差比較大的這些農業線 實際上是有比較好的補助了 那未來要再做什麼檢討也許 我期待我們可以啟動這個統籌 這個財政收支方法的檢討 我是期待因為整個國務計劃要上路了 不然國務計劃法這一段時間 真的是大家都有不同的聲音 那我們期待要有這個配套 那這個國務計劃法上路 它的整個正當性會更好好不好 一定有 這個是一個請拜託啦 那接下來我剛才好陳主委 我也想要和你再聊一下 這個去年我們這個二期這個雜糧 尤其是玉米的部分 那去年你也知道 才從九月開始我們咬魚整個 都沒有漏好啦 一堆貨水就沒有啦 這提供白了 算是讓我們客氣啦 那可是這個沒有下雨 那雖然玉米這個雜糧叫做漢作 他雖然名叫漢作 可是他也是需要淡貨水 淡貨水啦 如果你沒收的話 你就會啟動所謂的天然災害的一個救助 我們也很期待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現在天然災害的計算方式 它就是以它這個單位面積 就看它有出價有沒有發 如果它少於百分之二十 是乾的就是那個沒有發出來 我們就少於百分之二十 多於百分之二十的話 我們就啟動天然災害 可是現在比較矛盾的就是說 它也是有發出來 只是它比較小的比較小豬 比較小豬 因為它可能就是水分不夠的問題 所以它發出來比較小豬 所以事實上 在食物上 灣井農會 我們很多地方接收到的訊息就是說 真的有減產 可是真的有減產 可是跟地方政府回報的損害面積 又有一點落差 這件事變成說 農民都覺得說 我就欠收真的超過兩聲 不然就是大家說不夠面積 所以我就啟動天然災害救助 哇 我想 我相信主委 包括台南賴會委員 跟我一樣在嘉義 我們在海區 我們益主那裡的翁松軍委員 每天都在說這個 所以我想主委 這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再正式 然後再檢討一下 整個天然災害 它大概怎麼去計算 真正實際上的損害要符合 這個 要跟真實面要相符 是啊 我真的感謝委員 因為委員到三天 只要讓我們硬質玉米 跟青哥玉米種植面積 超過三萬公頃 我們未來 今年要超過五萬公頃 但是從去年開始 真的 嘉義、台南都沒有落後 沒有落後 萬一六又沒有水 還有灌溉 會損失 那看的時候 在去年年 都沒有超過二十 但是 那時候 要沒有收 要沒有收成的 現在落後就收 但是現在落後的收 大家都 交給浪費 浪費是給我們的 裝飾產會準備 給治療手 所以現在發言說 像我一天 前幾天 我前幾天才去 減水 他說現在的房間 本來一公圈六公頓 現在都沒有三公頓 沒有到四公頓 就表示說 損失都超過二十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後來 這當然不是我可以選擇 我們後來就 叫軍事副主委 開專家會議 種家的資訊 企業的資訊 沒有落後 運動多多 全部評估之後 一定可以正式說 為我們的嘉義 台南和雲章 都可以符合 天然信心才的教授 這是第一 第二 因為我們之前有經驗 我知道現在有的已經燒了 我們是不是按照以前 用房間 房間就有收藝 去年就有這樣的經驗 以前有經驗 20%以上有損失的 所以主委 你現在說的意思就是 我們會朝這方面去調整 就是我們 在去年二期的部分 我們就是以它的重量 實際的 由利英專業 他們說幾包 收幾包 我用這個方向來 已經 用這個方向去處理 今天會保 最不要開火的決定 好不好 這是第二 第三 我是希望說未來 用它會收到保險 如果像這樣中國 不管什麼情形 減20% 就利倍 這20%還好認定 如果在年 加碰斷之後 就知道有20%沒有20% 這樣才會進步 沒有 所以我百分之百 我贊成你要用保險 可是 保險 他們的計算方式 還是在農委會 要把它定清楚 喔 當然 這樣時尚未來 這樣三郎 所議的更 更清楚 好 如果用信誌 大家就沒話講 用重量 這是我相信最公平 是我希望說 一期開始 全部都用保險來處理 因為現在會氣候的變化 委員你也知道 那我不再看過加疑台人 連續三年 會第一期 都沒辦法正報在我 所以未來還會越遇到 所以保險 對農民社會更大的照顧 好 好 那謝謝主委 來 最後 我再跟院長 最後三十秒 我再講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現在酒駕要公佈照片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要歡迎 這公路總局 今天所他公佈的照片 解析度真的很差 只有81乘以89 7000像素 打開就是黑色的一片 我覺得他這種公佈照片 沒有誠意 公佈總局 你看 他們說針對這個酒駕 兩次酒駕以上的要公佈照片 這商品第一 做故意情的商品 根本看不出現在是誰 第二就是說 解析度這麼差 這個就是電腦把它點 點開後的一個照片 就是這樣歐歐來點一下 這樣不行 沒有震賀效果 好不好 這個部分要檢討一下 我說明一下 現在大概這樣 有一種就是現場就拍 就不會找到 好 謝謝蔡委員 接下來請林委員私民質詢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